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读双数节一起 耶稣出了圣殿 往前走的时候 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 门徒说 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并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 每一块都要拆下来 耶稣坐在橄榄山上 门徒暗中前来问他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 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 有什么预兆呢 大声点 弟兄啊 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而来 说我就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你们要听见战争 也要听见战争的风声 你们要小心 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免不了的 不过结局还没有到 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 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 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 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 彼此出卖 互相恨恶 也有许多假先知出现 要迷惑许多人 因为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唯有坚韧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向万民做见证 然后结局才来到 当你们看见 但以理先知所说的 那造成荒凉的可证者 站在圣地的时候 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顶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地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当的时候 不是在冬天或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这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 以后也不会再有 如果那些日子不减少 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 但是为了选民 那些日子比会减少 那时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 基督在这里 或说他在哪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 显大神机和骑士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 你们看 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 如果他们对你们说 看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说 看 他在内室里 也不要相信 电光怎样从东方赏出来 一直照到西方 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 尸首在哪里 因那些日子的灾难 刚过去 太阳就要变黑了 月亮也不发光 众星从天坠落 天上的望向震动 那时 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望族都要哀嚎 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 满有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当号筒发出响声 他要差派天使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 你们应当从无花果树 学个功课 树枝长出嫩芽 生出叶子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一切 就知道人子已经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都必要发生 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 天地都要过去 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弃 这段经文 这个主题我们讲到的 也是跟这个世界末日有关 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门徒 光他再来的一个主要的经文 坦白说 围绕世界末日的经文 不太容易讲 我也不敢多讲 不过如果世界末日一定来到 那我们就不能不去 做些简单的了解 跟有所思考 我们先有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谢谢你 你预先告诉我们 很多关于你要再来的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也选择 谦卑顺服和开放的心 来了解 来聆听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处时代 我们怎样去应用你的话语 去明白你的话语 还在地上更好的跟从你 所以今天保守 你在隔处凤里面聚集的你的子民 也包括我们中间的 我们一起聚集 一起听听到 求你是讲你的话语的 和聆听你的话语的 都从你的话语中 得祝福的益处 得激励 也得力量 谢谢主 求你眷顾这个聚会 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妹 前些日子 我有在深圳隔离酒店 完成之后 就去和我一个大学同学 中国科大的本科同学 一起讨论信仰问题 他说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 人能够长生不老 我说不对 只能延长寿命 不能永生 因为构成我们身体原子 甚至太阳系 都有一天会被毁灭 他这个就没法否认了 一句最新的天文学的一个推算 太阳的寿命已经过了一半 还要约五十年 就会烧得差不多了 那个时候 太阳跟地球 跟月球 就地球跟月球 会被太阳吞没 太阳会变大 那地球上的生命 其实在这之前十亿年 就我们现在算起十亿年 可能就会完结了 这有点像这个 二十九节经文所描述的情形 那些日子在那刚过去 太阳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发光了 重心从天坠落 天上妄想震动 这个你当不当心你这么一天 太远了对吧 但是玛雅人挺有远见的 他们认为太阳终将会毁灭 所以他们做些自我牺牲 他们为了保留太阳的光芒 四射 阻止他灭亡 做什么事 他祭拜太阳神 用人的心脏跟血 来喂养太阳神 他可吃得肥肥的 延长寿命 其实人类整体死亡 比这更早的发生 可能性还很多种 你们看看 我写皮肥体上说的 这种可能性 人类现在看得见的 破坏地球倒不可逆转 全球变暖 就不再适合 各种天气 气候变化 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第二种可能性 完全失控的核大战 第三种可能 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再次去调了一下 人类的生育能力 急剧下降到灭种 还有第四种可能是 超级的地震 会超级的火山爆发 还有第五种可能是 小行星撞地球 第六种可能是 太阳跟地球跃跃近 因为现在地球 在远离太阳的 那远离到一定程度 地球变个冰冻的行星 第七种种种 可能明天耶稣再来了 伟大的科学家 牛顿三百年前 预告过 二零六零年 耶稣要再来 开启一个新的 神圣的时代 你们信不信啊 我们中间很多人 在说会在座的 还会活着 可谓拭目以待 不过主耶稣 在二十四章 三十六节 我们没有读的经文 提醒我们 他不让我们知道 那个日子哪天来到 所以这日子 可能更早更迟 不一定是二零六零年 在上海封城的时候 有位核酸检查 是阴性的男士 他坚决 拒绝警察 非法转运他 去别地上隔离 然后那个警察 威胁说 你这样一个决定 会影响你家三代 那这位男士 对请他说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代 谢谢 这话让全世界人震惊 因为国家最高领域 醒悟过来了 把以前那个 强迫妇女堕胎的国策 改为鼓励生育 但是新代人 另外一种醒悟 不想生孩子了 不当中国 我昨天看了新闻 离合过一个数据 说最近一段时间 全世界有一半的怀孕 是被中止的 所以我们每天 在杀一半的人 新生儿 另外一半就死掉了 这个景象也很像 圣经所说的 十九节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 有祸了 所以这是不是很可怕 所以马斯克 他这么说的 关于生育问题 其实这不是一个 微眼耸听 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任由AI 来掌管人类 代替人类 所有事情AI去做 然后用独裁者 或者少数的精英 来掌控AI化 我想人类很快 就可以灭亡了 绝种了 当马列主义也说过 人类未来会实现 共产主义 那么2060年 能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呢 我觉得够呛 两岸能统一 都有点问题 疑问 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对马列主义有个疑问 从这开始的 全人类都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之后 那会怎么样呢 难道人类就永远 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吗 这个眼尖的世界 可以永远 适合人类居住 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真的可以产生 不老在其中吗 这个问题一想的时候 就麻烦了 想不到答案了嘛 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 我们都有肉身死亡一天 对不对 所以你也相信 世界会有末日一天 那如果这样 你怎么样面对 自己的肉身死亡 或者面对世界末日呢 可能同一天 可能不是同一天 然后你再思考 世界末日到底对我们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是怕呢 还是等待它来 这个问题可能 你不能不去想的 没人问你不想 一问你就要想 盼望你晚上不要睡不着觉 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到 世界末日到底是 像电影2012年 可能看过 没看过没关系 明日战记 你可能看过 那挺恐怖的 是不是 那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有人说 这个就是圣经所预言的 末日之战来了 一个人担心 我的孩子 是不是世界第三次 世界大战要来了呢 我们就要惶恐不安 然后在这个 欧洲最长的桥 克里米亚大桥 被炸之前呢 俄罗斯在当局就警告 乌克兰说 你一旦炸这个桥呢 我就要对你进行 末日式的审判的 这个攻击 当然 10月8号的时候 真的这桥被炸了 大家就捏把汗 对吧 普京会不会用核武器 那个核按钮 什么时候按下去 那普京竟然挂在 嘴边的核武威胁 也让全世界人 真的有点担心 世界末日会不会提早来到 可能大家也知道过 叫世界末日的时钟 是芝加哥大学 每年发布的 在俄乌开战之前的 1月20号 他们已经公布了 2022年的世界末日的 跟 就我们到世界末日 这样用个 24小时的描述的话 只剩100秒了 也是历史以来 最近的一个时间 当然是2020年 就这个时间 它一直没改 就还是维持这个时间 那我们回望 2022年快结束了 这一年呢 可以说是冷战之后 末日的阴霾 最沉重的一年 所以大家对末日 怎么感受 会对末日 什么的态度呢 其实也一定会影响到 你今天的生活安排 要不要买楼 要不要去旅游 要不要做些什么 平常不做的事情 当然有一些床道人 跟弟兄姐妹 会对这世界末日 很多的猜测 他把圣经中 直言片语呢 做某些词 或者发挥 很多的讲解 好像跟今天 某个人物啊 某个事件啊 某个国家的发生事情 就好像一一对应了 大家害怕啊 有点 或者是让你赶快信主 我是觉得就有时候 徒增混乱跟烦恼 因为可能过段时间 不应验了 对不对 但也有很多人 可能不去思考 世界末日的事情 就当这个事情 根本是没有关系的 可能不发生 或者根本太远了 我们只看到 眼前的东西啊 看到我们所属的团体 哇 这个基建 那个灰红的 兴旺的发达了 好像就唱葬歌的 来不及了 哪想着世界末日的事情 我们看看当时 耶稣的门徒 在有什么情况下 发出这个疑问的 就在经文的一到三节 再读一下 耶稣出了圣殿 往前走的时候 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 给他看 他对门徒说 你们不是看见了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并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 每一块都要拆下来 耶稣坐在感染上上 门徒暗中前来问他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呢 你的降临和世界的终结 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门徒看见 希律所造的第二圣殿 是宏伟辉煌 一个自然反应 在这里还缺了个细节 在马可福音师上第一节 同样经文讲到说 夫子请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殿 再往前点 所以这是以藏报来 统治犹太人的西律王朝 他是不得民心的 但是他做件事情 他为了讨好犹太人 就用46年的时间 去盖一个非常宏伟的圣殿 比所罗门圣殿还宏伟 也是当时全以色列 最宏伟的建筑 他建圣殿用很多 很大块的石头 今天他还看得见 在西墙上 我没去过以色列他们的文献说 西墙的拱土石呢 最长的石头有40尺 就十多米 还在东墙油块石头 它重量超过100吨 那犹太医的史家 这个约瑟夫还记载 好像PPT不见了 他说当时用来装饰的经济很多 所以太阳反射过来 你一看就眼睛都睁不开的 很有耀眼的 所以如果人没有个超越的眼光 我们就不会想到 这些东西将来都要消灭 更不用想 可能他是在上帝眼中 是不喜悦的 门徒让耶稣所去看的圣殿 西律圣殿呢 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这些要彻底被毁掉 直到每块砖头都被撬开 当然因为金子融掉 很多人想金子拿出来 就把它撬开嘛 对此当然门徒不知道 他就很诧异的 不过他门徒也半信半疑 就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 这圣殿什么时候被毁掉 第二个 你再来 还有世界末日之前 会有什么征兆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 四到三十五节经文 主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耶稣在这个段经文中 直接跟我们讲 关于世界末日 有三个要点 其实第一个方面 我们先不讲具体要点之间 在耶稣看来 这个世界末日或者门徒 他应该知道 是个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三十节我们读一下 下一页 那时 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望族都要哀嚎 地上望族哀嚎 并且看着人子 带着能力满有荣耀 这样的时候 天下的云降脸 所以对一些人来说 这是坏事 但对更多信耶稣的人来说 它是好事 神的荣耀来临 所以耶稣明确告诉了门徒 会再来 是值得期待的 但再来之前 耶稣都讲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要发生 这个就为门徒打了预防针 叫他们可以预备好自己 去迎接主的再来 所以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 看经文中 第四到第五节 和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会提到的 就是耶稣提醒门徒 要警防假基督和假先知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经文读一下 四到五节 一起 耶稣回答他们 你们要小心 不要被人迷惑 因为许多人 要假冒我的名而来 说我就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那时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了基督在这里 或说他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 显大神机和骑士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 你们看 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 如果他们对你们说 看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或者说看他在内室里 也不要相信 电光怎样从东方赏出来 一只照到西方 人子降临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尸首在哪里 阴也必聚在那里 所以耶稣已经预告 自己要降临他的门徒 或者世人听说 也肯定会很期待 尤其在一些动荡 战争发生 饥荒 瘟疫 地震的时候 人们心里可能找个出路 要有稳固的靠山 于是这个时候 假基督 假先知 这些很多会产生 借此机会 甚至也是神迹奇事 蛊惑人心 当中有人会自称是基督 也有人会称 基督已经在哪里 偷偷出现了 门徒跟选民 可能都会受到迷惑 因此耶稣就提醒门徒 当时的门徒 二十五节说 我事先告诉你们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今天 耶稣的门徒所说的 我们当然巴不得主再来 耶稣来得怎么样 我们可以得完全拯救 事实上一切的苦楚结束了 仇敌被击败了 但是我们这个急切的心呢 却不可以没有分辨力 不可以不谨慎 否则我们会被假基督 或假先知所蒙骗 耶稣就是拿假基督 假先知所对耶稣基督 再来的强节的描述 和他真正到来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做个对比的 耶稣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说 他的在理是什么 是公开的 不是秘密的 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 各族各民都见证的 就是闪电 东方音发出来 西方就看得见 所以我们不需要某个人带我去 耶稣在那边我去那一看 我们也不需要猜测 谁是真正基督来了 因为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跟第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在马槽里降生 我们圣诞节快到了 那很低调的 完全不一样 当然有时候会有点地理常识 说地球是圆的 东半球看见 西半球肯定看不见 北半球看见 南半球肯定看不见 不过今天你们手上拿的 都是什么 是手机 可能未来还有卫星手机 iPhone15就出来了 你一打开手机 哇 耶稣再来景象全球直播 甚至为了让你认同 耶稣绕了地球三五圈 在某个地上降落都可能 圣地在降落 所以我们的想象力 实在跟上帝智慧是无法相比的 不用猜这个未来会怎么样 但真的是 耶稣来不会是偷偷摸摸 一定是公开全人来看得见的 但现在很多异端 还是这样欺哄人的 基督在这里也秘密降临了 或者在那边 我们中国有土厂的异端 叫东方闪电 或者叫全天神 他说个女基督 西边的南基督来了 那东边女基督 两千年后再来 然后呢 这个韩国的张大卫和张在 爱恨的教派 在中国在香港叫耶稣信仪会 他们秘密说 这个张大卫就是那个秘密的基督 他不给人知道 你们信到我最核心的 才可以知道这个消息 好消息告诉你们 这些异端从来不敢 让他们所谓的基督 公开的身份来 向全世界来讲他的话 他是把那个基督 偷偷讲的话 再公开宣传 他说那个人不出来 给你见 这个异端通常的特点 就是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用这欺骗的手段 这完全违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再来的景象 也违背基督的道德的教导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圣经讲得很清楚 基督再来呢 是架着云彩的 这个代表他的尊容 也一个超越 他要带着能力来 那时候号角要响起 就代表胜利的号角 对吧 同时是荒天洗地 也过节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主是非常爱我们的 这样一个欢庆的时刻 他不会让任何一个 他的门徒去错过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被提在云中与他相会 我们很盼望这个时刻来到 因此我们就要分辨 那些假基督跟假先知 他们的一些错误 虽然他们可能会有神迹歧视 很神乎其神的一些作为 我们都不要跟从他们 不要糊里糊涂地 去被他们迷惑 对任何宣称自己基督 会告诉你基督在哪里的人 我们带一个谨慎的态度 去检视 把他一些前后矛盾 欺诈人的手段 要揭露出来 让更多人不会上当受骗 所以我们需要个态度 是谨慎地分辨 在这里第二点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是要坚忍地面对 末日来之前会有灾难跟逼迫 经文主要在第六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你们要听见战争 也要听见战争的风声 你们要小心 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免不了的 不过结局还没有到 一个民族要起来 攻打另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要起来 攻打另一个国家 到处都有饥荒和地震 这些不过是痛苦的开始 那时人要把你们送去受苦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因我的民被忘名恨恶 那时许多人要失去信仰 彼此出卖互相恨恶 也有许多假先知出现 要迷惑许多人 因为补法的事增加 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唯有坚忍到底的 必然得救 教会圈里其实有个倾向 每当一个国家攻打 另一个国家 或者战争升级的时候 我们就会 是不是世界末日很快来到 这样恐慌 但耶稣讲的这句话 就给你小小的冷静一下 说这个是人类是个 免不了的事情 结局还没有到 大家要小心不要惊慌 即使灾祸 瘟疫 地震 都来 可能都只是痛苦的开始 这用的词后很有意思 其实中文和本 有个小字注释 说生产之难 希腊文叫Odim 它本身还是叫生产之难 大家可能有些姐妹 有些妇女 可能生过孩子 一般描述 生产的痛苦是十级的 比所有其他痛苦 当然有些姐妹 生产没那么辛苦 神的恩典 但极大痛苦十级 那就是末日来临 就好像极大痛苦一样 就末日大灾难 就主在来呢 生产做个比喻 一个很痛苦痛 但是有个盼望 痛到极点 最高级十级的时候 马上生下来就痛苦结束了 新生命降生的喜悦 就代替了我们的这个痛苦 甚至旺季里原来都那么痛 所以世界好像是 一口好一口坏 震动了 一口痛又不痛 一口痛越来越坏越来越痛 但是不要惊慌 各种灾难发生 一定要最后是 最大灾难发生的时候 主就会再来 所以要坚忍 直到主再来 而且神一定会解决 最后灾难的痛苦 因为他不想他选民 也去全部的去 受不了这个灾难嘛 所以 正经其实在讲这个灾难 是地上的人 都会遭受灾难之外 还讲了门徒 会遇到另外一种痛苦 什么痛苦呢 就因为信仰遭受迫害 还有假先知 跟着有害的迷惑人的教导 还有不法的事情争夺 使爱心冷淡 彼此恨恶出卖 很多人跌倒 属灵上软弱 放弃信仰 或者福音工作很艰难 没有果效 事奉日下 基督教信仰被人排斥 被边缘化 我们这时候 会让一些 期待主耶稣再来的人 会很揪心 甚至会怀疑 主耶稣是不是忘记我们 或是圣经说的假的 耶稣不来了 没有世界末日 没有再来呢 这个就跟前面讲 亲信某些人说 世界末日已来了 哪个基督 哪个先知 这是两个极端的 隔走一个极端 都是错的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是要坚忍 继续等候 祂的再来 虽然很痛 但最后会有 一个新生 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我自己上个月底 在跟太太一起 回去大陆探亲 已经时隔 将近三年了 回去看到 隔出的教会 或者社会的情况 也看得见 明记性也看得见 往下一页 教会受到逼迫 隔出的事 然后事工 很多停顿 或者荒废 社会人心里 更加干硬 这其实让我挺忧伤 甚至有点痛苦的 本来疫情前 一些弟兄姊妹 可以聚集 聚会的 但是没有牧者 三年就散掉了 本来红红红红的一个 NGO是家庭教会 所支持的事工呢 现在基本上 很难坚持原来项目了 有关部门 明示暗示他们 你必须参加官方教会 你这事工 才可能往下走 然后一个大学老师 被威胁 你不能再去 家庭教会聚会 三次你也不能去了 你是工职人员 你要去 你就开除你工职 往下聚会 也不行 然后基督教的 公开的出版物业的少 有一些基督徒的书店 主内书店 陆续关门 有一些很勉强 继续在维持 然后有位弟兄 他因为铁链女的事件 写几篇微信公众号文章 就被停止在一个民邦学校 做兼职的老师 而有的教会崇拜 被打散了 那原来一千多万买的房子 不能再用 空着 必须二三十个人 分开分开去聚会 然后一些民众 不管年纪大的 七八十岁的 还二三十岁的 甚至十几岁的 也被官方的床媒洗脑 好像更加期盼 快快打台湾 统一大业伟大 一定要做 好像战争不会死 会死的人 都是最有应得的敌人 活该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到这一天 不仅是中国 或美国或欧洲 俄罗斯各处 这样的处境挺恶劣的 你会不会 两腿发软不干了呢 会不会 会不会就软弱退后了呢 我得承认 我有点这样的情绪 不过耶稣这里说 这种事情发生 不要有稀奇 是免不了的 耶稣预先告诉我们 就让我们知道 这些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 我们不要惊慌 我们要忍耐到底 虽然不容易 但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明白 患难 逼迫是末后 必有了事情 然后也清楚知道 痛苦之后会有新生 反而忍耐 忍耐到底的 必得见主面 也必得着完全的救赎 阿们 感谢主 第三点 耶稣就是基督教导 提醒我们 我们要遍传福音给天下万民 这是门徒和教会 在末后日子的一个责任 在岗岚山上 耶稣对他门徒 所讲的末世论的 一个重要要点 虽然讲得不多 我们看十四跟三十一节的经文 十四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向万民做见证 然后结局才来到 三十一节 当号筒发出响声 他要拆派使者 把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 前面耶稣讲到 他末后比例上会有灾纳 有痛苦 有患难 有逼迫 还叫我们去忍耐到底 也提醒我们是有 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 好像这都是负面的事情 都是消极的情况 那我们在地上就被动地 等候主再来收拾那些恶人吗 我们就躺平吗 No 原来把这两节经文 再跟大使命经文 马太福音28章19的20节 结合起来混名单 耶稣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情 主再来有个条件 这条件是什么 我们也就必须主动去做的 一个事情就是什么 是向万民来传天国的福音 把福音传遍天下 然后耶稣才再来 世界的结局才会来到 当然这不是说 全世界八十亿人都要信耶稣 耶稣来说 各地 各方 各族 各民 各种语言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处境 都应该有机会听到 完整的准确的福音内容 然后主再来的时候 那些不信主人 他们悖逆的就没有接口了 这当然是神对世人的慈爱 忍耐 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我们会有人说 我们赶快传福音 传福音耶稣就再来了 这个想法 我们不能说完全错 但是我们传道最合适的理由 跟动机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明白神的爱 是期待 罪人 悔改 神不愿一个人沉沦 这样主再来的时候 他的血迷从四面八方 从全地聚拢 这个就是教会 两千年存在的主要的目的 也正是启示录 七章九到十节 所预见的一个景象 所吻合的 一起读下启示录 此后我观看 尽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 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说我们感恩啊 神不断地激励 他的十女 仆人 仆人 十女 到隔地去 隔方去宣教 尤其最近两百年 我们很感恩 有西方的教会 发起了普世宣教热潮 虽然带着殖民地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但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工人 全地全富 现在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教会了 连朝鲜 北朝鲜都有几个教会 那是做装饰用的 信徒已经有着 约二十亿 二十多亿 基督教人口 在全世界宗教中排第一 那么是 耶稣基督就在 应该回来 赶快回来了呢 不过你要留意一下 现在西方世界呢 大部分的基督徒 也只不过是挂名的 基督教会的成员而已 一辈子去撒上教会 婴儿洗 婚礼跟葬礼 是别人送他去的 他们很少聚会了 也很少读情祷告 不明白福音的真意 也不信福音了 我们还留意另外一件事情 穆斯林国家 印度教的族群 无神论的国家 还佛教的国家 很多地方是没有信仰自由的 他们没有机会听到 纯正的福音 也没有机会认识 真信主的基督徒 或者看到一个 基督徒的教会 真正的教会在他们身边 世界的宣教组织 香港也有翻译成中文 它有一个数据 讲到2020年呢 未得知名仍有22亿 比2000年还多了4亿 虽然在人口比例上 还减少了一点点 而且一个重要事实就 真正相信圣经 相信福音的 只有4亿的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是福音派基督徒 他很多人信的不清不楚的 所以我们真的还有很大的责任 很多的需要 去用心传道 去向他们做见证 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资讯科技的发展 我们不一定要去远方 就在我们身边 也有很多福音的机会 那些没有听到传证福音机会的人呢 可能通过就业啊 留学啊 婚假啊 或者是移民啊 来到香港 来到我们身边 在我们社区中 然后网络上也很多的灵魂在流浪 在上面寻找 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真理 耗费生命 但我们也看见很多人 是通过网络事工 认识耶稣的 所以我们更需要在地上也好 在线上线下 远方或者近处 都继续地传讲福音 用我们可用的任何的手段 方式去分享 神的爱给他们 我们如果对传道和懈怠 一方面可以说 我们对主再来 是不期待不盼望的 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我们对灵魂的得救 不在乎 对人是缺乏爱 我们是不是就让在地上 就白杖地土了呢 所以弟兄姐妹 在日监难的时候 别人可以躺平 基督徒不能躺平 我们不能说 这些人没有被神拣选 是坏人 我们必须要跟他啰嗦 浪费时间 去跟他们谈耶稣 古时有个先知 叫约拿 以色列的先知 他就有类似的心态 他要向敌对的民族床 悔改福音 No 再也不去 再逃 逃到西边去 然后上帝大大的修理了 教训了他一方 上帝说 你尼未成有十二亿 也不分左右 十二万 不是十二亿 不分左右手的 那上帝是有怜悯 有恩典 有封诚慈爱的 怎么可能不顾他们呢 上帝看他们为宝贵 不忍心 不做任何警告 就使他们跟那些 成年的罪恶 犯罪的成年人一起陪葬 所以我们不能够逃避 不能够躺平 当我们有时候 没法直接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我们文化使命 给我们福音使命 结合起来 可以通过我们生命的见证 个体的见证 和集体的见证 来宣扬主的爱 使外人对我们的信仰 对我们的救主 产生兴趣 以至于可以主动地寻求 我们所信靠的基督 我们作为个体基督徒 可以通过我们从事的工作 社区的关怀 政治的一些 合适的参与 使得世界罪恶被限制 社会可以更公平 更温情 更有温度 更和谐 让文化 一些败坏东西被更新 这个也是个 间接的拓展神的国度 也是向万民 做见证的一个方式 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耶稣说 福音传遍天下 终居才会来到 还有启示录讲 万民聚冷来 宣扬主的景象 其实也是个应许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不管公众舆论 不管政治势力 如何地迫害基督信仰 迫害教会 那福音的传播 是无法阻挡的 要直到世界末了 耶稣说 他必与我们同在 最后耶稣要带着 荣耀和全能来审判那些 拒绝福音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不是为自己存在而 而存在的 我们如果要敬拜 上天可以敬拜了 更加的开心 敬拜是在地上 我要活着 所以要敬拜 而不是为敬拜活着 所以基督徒也不是 为了自己而活 乃是要见证基督 拓展神国 好在万民一起 欢呼迎接主的 再来的时候 那个荣耀时刻 我们也有奉 不会羞愧 各位弟兄姐妹 你对传福音 下面有什么计划吗 有没有参加 我们的三福队 或者是懂得思虑 或任何种 传福音的方法 随时可以向身边人 去分享福音呢 做个人步道呢 圣诞节快到了 教会开始 筹备各样的福音聚会 是不是已经在祷告 准备邀请谁来呢 林牧师的五年计划 给教会制定的时候 也提到 我们要在本地 祝福望族 我们跨文化 是吧 这个范畴 林牧师带领的 也是不同文化 不同语言 在我们身边 很多这样的人 还有 在计划书中也提到 新时代媒体 要怎么样成为 福音传播 一个更好的渠道 求助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候 有艰难 但是正向圣经 保罗所劝勉的 不论得识不得识 我们都要继续地传道 之后 经文的后面三节 其实也是一个总结 也是我们今天 讲到的一个结束 一个总结 就是要辨别这世代记号 以后主基督再来 我们一起把32到35节 去读一下 你们应当从 五花果树学个功课 树枝长出嫩芽 生出叶子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夏天静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一切 就知道人子 已经静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都必要发生 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 天地都要过去 但我的话 绝不会废去 前面第三节的时候 耶稣回答 这个 门徒问耶稣 关于他再来 跟世界终究什么预兆 那耶稣在这几节 其实是个很集中的 回复了 不过这几节经文 解释一下 有点费事的 特别34跟35节 讲这一切 两个我没有 加上颜色 到底指什么呢 各种说法都有 我自己觉得保险点 这样讲应该是好的 这首先是讲 圣城被毁 也讲教会被逼迫 然后各种天灾人 或是不断地发生 福音也继续广传 这些都是征兆 而圣城被毁 本身是很具体的 重要的预告 就是关于耶稣的末世 所有预告可信呢 就是圣城被毁 做个最优先的一个证据 而且是那一代的 犹太人看得到的 当时犹太人上下隔层 就将近300年 或200多年 他们整个精英分子 精英阶层的道德 已经破产了 而那个时候呢 全体性的犹太人 也是对主耶稣拒绝 他们对神的心意的 救援的一个末世 所以这就将带给他们 全民族一个 再次激起惨痛的事件 就是圣城再次被毁 圣殿被拆掉 在毁于外邦人手中 如同主前586年一样 就在主后70年 犹太人一个起义 真的导致了罗马军队 给他们这样一个 悲惨的一个结局 而主耶稣基督 他最后 他是未来神与人 同在的圣殿 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用自己保血 十字架 所书摸的教会 有圣灵在其中 就是以马内里 神与人同在一个标记 所以代替了 西律的这个圣殿 教会是基督的圣体 是神的殿 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 还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河本跟西律本 在34节的 一个翻译上 有点出入的 河本说 这些事都要成就 新一本说 这些事都要发生 这个希腊字叫 吉隆马 那圣经学者卡森 这么说的 说这涉及到一个 以然和未然的概念 就末世性的 末世的 教头性的事情 发生了 却到最后日子 这些全部才结束 比如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包括二战这时候都有 还有各种的灾难祸化 还有教会里遭受的逼迫 还福音广传 都那时候开始了 一直到之后 世界末日来的时候 才结束 我们回顾看教会历史 2000年会发现 历史真的按照耶稣 所预告的 在一步一步往前推 直到之后的终局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 他的话不会落空 他必要再来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荣耀的 也是千真忘却的 各位内容姐妹 你们看科幻电影 很多拯救者 世界末日 包括某个英雄的拯救 那马亚人刚才所说 就用人的血 心脏 额里的血跟心脏 去阻止太阳死亡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我们只需要 听从主的吩咐 抓紧时间 在地上 拓展他的国 直到他再来 也在其中会有很多艰难 我们艰忍的 充满盼望的去坦然面对 因为我们信从了真身 上帝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 他几时再来呢 我们不用特别关注 但我们却知道 他一定会来 他说过的 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 我们也期盼这个日子 快点来到 在我们地上 我们继续做他 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样马丁丽读者所说的 即使明天世界末日到了 我今天还种一棵小树 做神的文化使命 跟福音使命的 这个成绩者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耶稣基督 请你眷顾祝福我们 什么在世上各种声音 各种搅扰 各种主义 各种自称为上帝 自称为神 自称为 真理的拥有者的人 我们可以辨别他们的 汪区被谬 欺诈 他们的有限 他们的可笑 我们可以 在面对患难 可能戴了几年口罩 或者我们很多亲人 不能相见 或者教会荒凉 或者各样紧张中 我们可以知道你掌管 你保守你的子民 继续在地上 靠你的力量去 面对灾难 面对逼迫 也愿意继续地 用生命去见证 你的福音 因为你的道 是唯一的真理 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除了你 我们还能跟从谁呢 我们深深体会 跟从你的甜美 愿你继续 不断地恩待我们 使我们回顾你的恩典 展望你未来 你要在这个教会 在我们生命中 在地上更奇妙地工作 我们跟从你的脚步 配合你的手中工作 也可以不羞愧地 去等待你的再来 谢谢主 请你帮助我们 恩典们 奉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